由於台大精神科退休的聖惟村 各位朋友早安 在場的瓜哥 我們的老師 還有好多位教授前輩 那麼早來參加特別演講 我請代表台醫學會表示感謝 我是台大精神科退休的聖惟村 現在在雲林作舍醫院服務 今天很高興介紹 今天早上的特級演講的第一個演講者 高淑芬教授 他是在台大做主義醫師 做兒童精神科的基本訓練 然後到閱讀大學 接受流行病學的研究是PhD 在研究這個中間 他就跟他的指導教授 Professor Mary Kangas 就已經建立了很多研究方面的方法學 資料的分析 高教授尤其是在資料分析方面 是有非常非常簡卒的表現 甚至他的教授都要依賴他做很多的分析 他從回來台大之後 從接著申主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他主要的研究範圍 比較回來的早期的第一個研究 就是從郭東爾開始做研究 他建立了很好的郭東爾研究的架構 郭東爾研究的團隊 進行一系列的研究 包括從比較早期的臨床現象的追蹤 臨床心理學的研究 然後到最近加上了有關影像學的研究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有40分鐘的時間 請他來做我們報告 他在過去這幾年裡面 有關這個研究的一部分資料 因為他的資料實在太多了 我們免著臉領掌聲來歡迎他 謝謝松教授我的老師 謝謝各位大家 這麼早在星期間這麼天氣晴朗的情況下 還來到聽我的演講 那我非常感謝臺灣醫學會給我的支持 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我醫師來講 有關我怎麼樣用神經心理學和影像學 來更了解朱力不足過用症 ADHD她的腦功能 那我必須抱歉的是 有些專有名詞 我真的沒有辦法臨時翻譯過來 那所以我會有一些部分真的用英文講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可以包含一下 那我今天要講的 我會很簡單的講 有跟這個他的腦部的一些網絡 跟ADHD可能有關的一些 literature review 那之後我會再告訴大家 我的研究的設計是什麼 那我就會再進入到 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 image 然後最後呢 我會提供一些在治療ADHD的藥物呢 那我們怎麼樣在臺灣的研究提供 不只是症狀的改善 也有在neuropsychological方面 和神經影像學方面的資料 可以證明這些藥物實際上 可以改善我們的腦功能 那為什麼要選ADHD呢 剛才陳盧孫教授所講的 從國外回來過去十幾年 主要是做主義力不足夠我們自己的研究 那在過去六七年 我也加入我們自己的研究 那這兩個都是我們所知道的 兒童的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最常見的 尤其ADHD更是常見 還有很典型的症狀 不專心過動衝動 甚至影響到他的情緒 那他的學業成就可能會受到影響 他的人際關係 親子關係 甚至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他長期下來可能他的各方面的 社會功能也受到影響 那這些小孩子的問題 不是說到成人就結束了 還會繼續存在 那我們也發現在這個背後呢 可能他的腦部的功能 是由某一些的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在造成他的這些行為的特徵 那所以呢我們對他的了解也發現 他在neurpsychological function上面 主要是在執行功能上面的問題 那尤其最有證據的是包括說 他在意志上面是有困難的 所以他比較衝動一點 想自己做決定行為上面 那他在一些工作記憶上面 他可能比較不能計畫 規劃或問題的解決能力 那這些都是已經有很多的研究 去呈現他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們就很想了解 那在這個GD不足夠的症狀 我們怎麼樣去做診斷 我們實際上不會真的去測他這些功能 我們臨床上面還是用行為方面 我們看到他典型的不專心的症狀 比如說他沒辦法持續 他很容易分析 然後他有不注重細節 然後你跟他講話好像有聽沒到 忘東忘西 偷偷拉拉 那東西不見了 倒是找不到 嘿 那這個就是他不專心造成的 一大堆的症狀的一些呈現 那他有一個過動 就是怎麼樣都坐不住 都摸摸西 摸摸摸 然後晃動空西 坐的時候就是沒辦法作證 然後隨時好像 就是有個釘子在他身上一樣 他就是趕快跳起來走來走去 那另外呢他很愛講話 他可能會不停的插嘴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可能就揭化了 他們很難排隊 很難輪流 或是等個五分鐘 他感覺好像等了五十分鐘一樣 那這些症狀應該是從小 他生下來就有 只是在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診斷上面 我們也在以前的DSM4 就算要七歲以前我們就要看他 可是也有很多的大人才回想到說 他原來以前有這樣的症狀 所以在DSM5 或是你要診斷十七歲的話 你的他的年齡可以在十二歲以前 你才看到很典型的症狀 那不管怎麼樣 這些應該是從小就有 其實你什麼時候看到 而且在不同的情境裡都會出現 那我們就想說 這樣子的一個症狀呢 就是我們常看到的 臨床的醫師會看到就是他的症狀 我們會想 那他的腦部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呈現這麼多的症狀 那我們要知道腦部的問題呢 我們常會用一些神經心理學的task 去接觸那個major那個brain function 那我們目前所知道的 第一個他可能認知控制 或是注意力上面是有問題 他可能是在reward 或是motivation上面有問題 也就是說他會希望有一些立即的回饋 或是他很多東西他沒有動機 你要給他一點小甜頭 他可能就會動一下 那你只要叫他想遠一點 對他有點困難 所以你只要讓他等 他一點點的那種厭惡感 是比別人更加的嚴重 然後再來進一步 我們也發現說 這些人他在不同的那種能量 或是community的那種認知的capacity 是好像不夠 你把時間偷長了 他就精神換散了 甚至有些就睡著了 那整個他是跟energy也有關係 那我們也發現說 他可能跟時間的知覺 你會覺得他時間估算 他老是遲到 可是他老是沒有耐心 那這些是我們所知道的 他的一些目前比較consistent 認為的一些theory 我們就會想知道 他的brain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舉例來說 只要timing的話 可能是跟我們的耳葉 小腦的sertitude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假設說 我們看他的motivation這部分 可能跟orbital frontal triatal跟ambidal的sertitude 可能有問題 那這就是我有興趣的 我們想要知道 想要更了解說 他到底腦部發生了什麼 有什麼問題 否則的話很多人就想說 真的有ADHD這個診斷嗎 好 那我就一一的給大家幾個圖示 那我們最知道 他的neurotransmitter 跟ADHD有關的是兩個 目前最有證據的一個是 Dopamine system 一次norepinephic system 就是noregeneric和dopamineergic的system 好 那這個尤其他的藥物 主要是主要是主要在Dopamine為主 少部分在norepinephic 那第二個新藥 叫atomocetin這樣的藥物 是主要在norepinephic 然後少部分在Dopamine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說他的分布在腦部的分布 他有譬如說 譬如說 這個畫面的話 他有三個 pathway 他可以從subtentional negra 到striator 叫negra-striator 叫做我們的motor control 或是他support 或是決定的 方式的一個support system 那他另外一個的話 可能從tegmental 到mesocortical 到像siculogyrus frontal cortis 那可能跟我們的attention organization planning inhibition的control等等 是有關係 那在一個mesolimbic 甚至可以到adala 跟我們的reward motivation emotional regulation 也有關係 那至於說norepinephic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只可以從小腦到cortex 到spinal cortis 那從neucleus locus serius 他基本上 我可以說 他對attention 是好像一個support的一個system 給他一個attentional background 他可以對於說 我們立即的也是stimulant 做立即的一個反應 那我們在腦部到底哪些去 可能跟ADHD所知道很有關係 只要在cortical的level的話 主要是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is do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is 和perietal cortis 早期都一直放在prefrontal cortis 可是近期又發現說 其實在perietal很重要 尤其是attentional location 或是他distribution 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再看subcortical的地方 可以看到主要是singular cortis 然後在besogangular cortis Nucleus puttman 還有Nucleus occupants Abitala 然後在servalium 最被提到的是一個executive control的 這個network的circuitry 那這裡剛才提到有frontal thalamus 有basal ganglia 然後它形成了一個circuitry 然後另外它在經由cortical cerebellum 這個來support這個整個ADHD的executive function 那我們所謂的executive function是什麼 我沒辦法解釋那麼多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生活 日常生活所需要的 要做一件事 要出個門 要拿個東西 要copy 要想一下我們的計畫等等 這些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說廣泛的 就是我們的執行功能 我們要計畫 我們有一些border-rated behavior 我們能不能知道有些地方可以做 有些不能做 有些可以講 有些不能講 做個決定要想一下的 抑制的功能 或我們的workout environment 偷避一些東西解決的問題 或是我們對這個情境的改變 我們有沒有那個彈性 Visibility 那另外一個就是reward network 剛才也有提到 從Venture Straten 到orbital frontal cortex Venture Media 然後Nucleus Occupant Solumus等等 那Alerting network 主要就是frontal parietal solumus 形成的這些腦區 那deformed one network 主要是跟一個人的 Stage Regulation 或是我們會 再特別我們對一件事情的 Reaction time 的Virability 是很有關係的 那這些包括 Medial prefrontal Postelial single cortex 還有Temporal parietal load 好 所以這裡就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等一下我可能 會在講我的研究的時候 可能也會運用到線 network 那可以讓他知道說 這些實際上國外 已經也做了不少不少的研究 但是當然有些很多是不 consistent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 還有很長的一條路需要走 那再來講 我自己的研究是什麼 我非常感謝國務院 給我從美國回來之後呢 給我連續十年的研究 他現在在support我自閉症的研究 所以我從兒童青少年到現在 我已經完成大人的follow up study 我做研究的時候 就像我是兒童精神科醫師 我是看一個家庭 所以這個小孩子來 我不只評估他 我還有他的父母 他的兄弟姐妹 我收集完整的臨床症狀 精神病理學 或是環境社會功能 家庭功能等等 那我收他們的基因的data 那他們能夠做的神經心理學測驗 我都會做 那也開始有兼備之後 開始做了神經理學的研究 那大概我現在已經有幾百位的小孩子 adhd的小孩子 甚至大人 還有他的control 那同時因為adhd是有dr 隔背approved的藥物呢 那我也很興趣的想知道就是說 這些janaif的adhd 若是他用藥之後 是不是除了一般的論文字 有講他症狀的改字 在社交功能的改善 我很想知道有沒有更強的evidence 來看到他腦部的功能也有所改善 所以我的整個研究的架構是在這裡 我其實我非常想知道 他真正的adhd在哪裡 那我從他的症狀學 我必須有兩種approach 一種approach 我自臨床家 我們希望從這個bug up上去看 up一個level上去 我剛想知道 他neural communicative function是什麼 那繼續往上的話 我看他的image 或是neural physiological的情形是怎麼樣 那我希望說跟進一步 有沒有可能把他一個單純化 一個group 然後去找到跟他相關的基因上面的一些finding 好 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所知道的neural psychological function 那這一張我先用中文 然後很抱歉 所以我沒有辦法翻譯成每個中文 這一張很簡要的讓大家知道 我所做的事情呢 譬如說我一定要測他的neural psychological function 的話 我必須要有一些task來做 那這些task呢 他我們就是來間接來測量他的brain function 譬如說我用的是一個campus 所以我發展的是三個task 那因為這樣花很多錢 但是他的好處是 我不是認知心理學家 我也沒辦法去發展 我是臨床前 我希望可以快一點開始工作 那因為這些他很多的外國人 是我在美國幫他們寫的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要做專注力的一些profile 我可以用一個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他可以測很多dimension的attention 那我也可以在can tab裡面的一個rvp 來做sustain attention 也可以做他的認知的意志方面的一個test 他的能力 那visual memory 可能就是像metric sample這樣的一個test 那walking memory 就是有個walking memory test 或spatial span的test 然後計畫能力 那有個stocking of cambridge 那我們若是像我們傳統的 Wisconsin hussaulting test的septitude 那我可能就會用一個 叫做intra 或是extra dimensional the shift task 叫IED 那對時間的部分呢 我非常有興趣 我覺得他們超沒有耐心 可是他們時間過專要很有問題 所以我跟我的心理系的學生 現在在長根的心理系的教授 我們一直發展一個時間複製的雙重作業 還有其他的作業 不過因為最後發現 時間複製的雙重作業 也就是說我不只給他 讓他就是同樣這個綠色的circle 然後讓他再做一次 那同樣的時間 出現的時間 我還要叫他做一個 跟時間沒有相關的task 就叫他去算 到底有出現幾次的這個number 那我如果是要讓他做更精準的 更困難的 就是說出現激素的有幾個 所以他同時要做兩個task 那我現在就是給大家部分的一些結果 其實我第一個要回答的是 ADHD的小孩子到底有沒有這些 神經心理學方面上面的問題 那我最想要特別再講的是 一個在這一篇 我們發現他們真的時間在造的這個問題 是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樣的 好 那後來呢 我們也因為目前 也發現說全世界很 consistent 看到是他們的反應時間的邊緣性 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邊緣性更大 而且發現說你時間拉長的時候 這樣的問題 更不穩定性又更清楚 所以呢 我們一般來講我們的反應時間 我們如果是用常態分佈的話 他實際上他有正向的positive skill 所以這個呢 我們會再把他做 exponential的transformation之後呢 我們叫as galsing 那我們真正發現ADHD跟一般的人 是他的這個後面是拖得很長 所以這個variable我們叫做task 好 那這個exponential出來的這個值呢 發現這個才是真正區分ADHD 和一般的人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他尾巴拖得長 他的task這個值就增加了 好 那我在現在有興趣 我已經知道ADHD 他有一些神經心理學方面的一個問題 我很想知道說 那他的健康沒有ADHD診斷的sibri 是不是在某些神經心理學上面 也有可能有一些問題 那假如都有這些問題的話 這反而是因為讓我們進一步 可以作為基因研究方面的 candidate的一個clinical 或behavior major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發現這個 他的執行功能上面 這篇發表在JCPT 是執行功能上面 確實他的unaffected sybrine 有多種的障害 尤其是special working memory 裡面的 他的effect size最大 我們看這張圖可以試圖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ADHD 這是unaffected sybrine 你會發現unaffected sybrine的表現式 跟ADHD比較close 跟control比較有 那同時visual memory 我們有四個task 裡面有兩個task 看起來也可以考慮 作為potential的所謂的內表現型 那再來的話我們也發現sustainable tension 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剛才提到的reaction time的variability 那這個部分我可以讓大家再看一下 我剛才說我們做了轉換之後呢 做了轉換之後 這是這三組 那你可以看看 在tau這個地方呢 這是ADHD 這是unaffected sybrine 它unaffected sybrine就在借在中間 所以這個tau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所謂的 他的反應時間的後面那個 拉得很長的那個部分呢 那那個我們也在臨床上面發現 他跟所謂的attention lapse是有關係 就是時間拉長的時候 他的精神就更換散了 那我們也開始剛才提到的 時間的積決上面 我們在時間再造的dual task裡面呢 我們有simple 就是叫他算所有的數字 同時做的時候 他的算數字都是兩組沒有差別 learn temporal 就是跟時間沒有關係都很好 可是倒是時間的再造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ADHD 跟unaffected sybrine是很相近的 然後再來是difficult touch ADHD跟unaffected sybrine是很相近的 那我的學生現在已經是 腸根的心理系的副教授 那我們就開始想就是說 那這一些neural communicative 我沒有做的一些 可能是endophenotype 那跟精神有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在ADHD的approach的精神部分 因為我精費有限 我只能專注在一些 我們認為有相關的candidate基因 那我們知道 我剛才提到兩個neural transmitter 一個是dopamine system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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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dopamine system 所以我們在dopamine system 我第一個 我做一個family chill的 的analysis 那我們看到的 他主要是跟inattentive上台 純粹比較是專注力上台 它還跟inattention的症狀相關 那我第二個paper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做endophenotype的時候 我們發現walking memory 是它的effect size最大 所以我們就用walking memory 這個task 那我們有發現它跟walking memory 是有相關的 那在no epinephrine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看到automal setting 它主要是no epinephrine the uptaker in 那而且在我們也發表了一篇配合 那麼saving 可以改善它的visual memory 所以我們就用visual memory 這兩個task 那我們會發現 是跟這個night gene是有相關的 那這下我要講到image study 在image study呢 我們做t1,t2,dsi 然後resting的functionalmri 那整個來講 我們會有一些structured data 那在今天我大概沒有辦法 present給大家 那我們就看它的shuture 我們也看它的皮質的厚度 它的suffice area particle of gentrification 那我們對神經纖維素 那我想大家如果可以了解的話 可能是一般傳統他們用dti 那主要是看到水分子的分布 來看來定義說這個可能是 神經纖維素的integrity 它是不是一個同方向 它的magnation速度比較好 那我們是跟曾文藝教授合作 我們是用diffusion spatial的image 它可以解決那種原來closing fiber 沒有辦法成像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resting的話 就是說我們不理 它不用做任何的task 也不用想特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收六到七分鐘的時間呢 可以知道我們brain 還是有intrinsic的brain的activity 那task我們一般都要有一個hyposis 我們想要測它的什麼樣的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 然後我們在design task 所以我第一個要講的是dsi 那dsi得到的 我們是用幾百個影像 不是只有少數的影像 基本上也這樣 我們做到布地頁轉換之後呢 這樣的東西可以 第一個讓我們做tratigraphy 第二個我們可以計算 它的一個generalized fractional and isotropy 十月高表示它更是同向的 那個水分子的恢復 那代表的是它mination好不好 它的integrity 它的direction 的coherence 是不是同一個方向 好 那我們用這樣來做進一步的分析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就我們一次前的研究 我們最有evidence是exclusive function 那我們剛才提到exclusive function是什麼 connective inhibition的能力 self shooting working memory planning 那在這個部分 在literature有將近快十篇 可能跟frontal shadow trend 這個circuitry是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那因為我們的技術可以更細分 四大群的蚵葉 我們就要提的circuitry 那包括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median prefrontal ventilator prefrontal 和orbital prefrontal cortex 那我們看到的這四大的frontal striatum 的pathway的神經纖維素呢 兩側總共八大條 就會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是 ADHD他們的GFA都是比較低的 那我們進一步想看看 那這一些新聞數比較低 到底跟我們的所做的 attentioned performance 或是exclusive functioned performance 有沒有什麼樣的相關性 那我們第一篇發表 叫human brain mapping 我們可以發現 他真的有很清楚的相關性 那這樣子的一個改變呢 也直接在兩組有很大的 不同的association pattern 那我們也在另外一個study看到 他跟多方面的exclusive function 和dysfunction是有相關的 所以更清楚的知道 房間是喜歡入圈 確實也跟我們的attentioned performance 和exclusive function的 performance 是有相關的 那這些在ADHD都比較硬佩 那我們也有興趣 剛才提到我們的reaction time 我們可以把它做進一步的 exclusive distribution的數學的轉換 那我們有興趣的就是他的尾巴 兩個差異這麼多 那從literature裡面 我們認為說 他除了frontal structure 可能跟singular bundle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進一步 除了frontal structure 我們就做singular bundle 那我們這個是非常 我們剛才提到 deformal network的這樣的概念 那結果我們發現呢 這個結果差異最大真的是在tau 這兩組有很大的差別 而且我們發現 正常的小孩子是frontal structure 跟這個我剛才提到的tau 是有相關性 可是ADHD小孩子倒是 這個singular bundle 它的扮演的角色更重 所以可以看到 就真的是兩組的小孩子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大家就想說 我們做這麼多的brain image studies so hard 跟我們現在臨床加減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 那這個的integrative上面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最常做的frontal structure 到底跟小孩子 假如小孩子 他最在乎的其實就是學校功能 那我們就multiable dimension 的學校功能 我們發現這個perspective的去看 非常強的相關性 那這個強的相關性怎麼跳過來呢 我們就想要去找一個mediator 那我們找到mediator 我們後來發現說 executive function 剛才講的 還有inattentive的症狀呢 他真的是可以留給這個link 他有一些direct effect 可是還是有multiable effect 是passed by這個executive function 和inattentive的symptom 所以這樣子也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把它引到臨床 那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一直都在做fibro-striple track 可是呢 實際上我們很想知道 應該還有其他的fibro-striple track 是可能跟ADHD的這些attention 或executive function有關係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還有哪一些呢 那我們去做一些literature review 大概有幾個channel 可能有一篇兩篇 不一定做在ADHD 可能跟我們認為的attention 或是executive function有相關 比如說SAF 上縱數 singular bundle 那還有一些 另外這個是指executive function accurate vascular 只有發現跟executive function有關係 就是singular bundle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們再納進來 其他的fibro-striple track 可是我們用原來我們所知道的 frontal-striple track 當作control 把它的effect也去除掉 那這樣子是不是可以看清楚說 我們可能還有其他的fibro-striple track 有相關 那譬如說我們在attention這個部分 我們就加了SAF 上縱數的三數 還有singular bundle 那我們是用study specific temperate 這是兩個posta 登導師的兩個posta 然後我們在做executive function 我們就不單是加上acuovascular 所以我們是海波式式聚分 我們認為說這些 可能跟executive function 也是有相關 好 那我們再看看 比他們gfla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除了frontal-striple track SAF acuovascular singular 也是有發現 那gfla是比較下降的 那我們第一篇已經發表在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 好像是吧 OK 有點 好 那這個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只要跟attention整個profile的話 它這個是包括四個dimension的attention的話 那可以發現 even control-frontal-striple track 當然我們已經知道 那個已經有證據了 那SAF和singulate 還是會跟attention 是有相當的correlation 而且在ADHD跟control都出現了 那我們至於最executive function呢 我們發現 倒是他們的兩種pater 是很不一樣的 在control 一般的小孩子裡面呢 executive function 除了frontal-striple track 它是跟singulate bundle 是有強的correlation 可是在ADHD呢 倒是是跟slf 和acuovascular 是有強的correlation 好 那我們就有想看說 那大人呢又怎麼樣 因為很多人會想說 大人是不是長大了 他就是自己好 所以我們有70個 到跟80個control 來做大人的 那大人我就用whole brain 這是曾文藝老師那邊 新發展出來的 whole brain的 自動化的analysis PPA 那他們已經有74個track 那我們經由大人 全部比較之後 我們發現15個fibre track 是不一樣的 那這裡簡單看起來 像剛才提到的 SLF frontal-striple track 還有跟salmus有關的 這個到autical cortex 還有其他之後 是corpus callus 就是我們的盤子體 連接兩個 Hammish Braille的 兩個大腦的 兩側的一個盤子體 除了這個fighting 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樣子的這些 fibre track的一個改變 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跟我們認為他有 frontal striatal 是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也看到 大人也有這樣的一個 這些都抓 naive的 都還沒有吃過藥的大人 那大概講的都是fibre track的integrity 那我是struture的 我再現在舉個例子 就是我做task 我們用一個content-striple task 然後我們去看看 他的inhibitory和visual processing 那這個task 譬如說我們這個 看到是1 然後他就是1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concruent condition 那這個明明看起來是4 可是他只有3個 你只能按3 所以是inconcruent condition 這個就是content-striple task 那當我們看到 這樣子兩個的tri 我們是做的是 所謂的inhibitory control 我們用rvp 剛才提到這個can tab的一個task 來做他的cororation 那我們看看數字大和小 是跟我們的visual processing有關係 我們用prm是測visual memory visual processing 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 inconcruent-concruent 這個是inhibitory control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的話 ADHD反而是他的activation 是比較增加 是在invariable frontal gyrus 然後在ICC 在這兩個部分 那他跟他的rvp 就是inhibitory control的performance 是有關係的 那反過來我們用number 不一樣的是visual processing 那可以看到ADHD的activation 是沒有control來得高 所以主要是在supir parietal load 那跟我們的prm visual task 是有相關性的 那從這個結果 我們可以簡單講起來 因為實際有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ADHD 他應該在parietal的rigid 在做task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activation 是比較像這樣 他的visual memory 是比較有一些問題 他可能必須要compensate by這個increase 這個activation 在右邊的ifg 來增加他的這樣的一個compensation 使他能夠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執行 那我在進一步看 我們現在只看到ADHD control屬於差別 我們想看他的sup time 我在image 是不是可以去就是說 看到他不同的sup time 還有不同的image finding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ADHD的兩個 一個是pure 也就是attention上面的問題 他過動沒有那麼清楚 另外一個是combine 一個是正常 我還是用continue truth test 那我用一個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來做他的attention的一個profit 那從這裡我們先看到的 就是說這兩組ADHD group 跟continuous做比較 我可以發現continuous 它實際上他的在IFG和codec liquase的activation是比較強的 也就是說ADHD 它的activation是比較弱的 那我在進步 還有另外一個發現就是 這個inattentive subtype 跟combined subtype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可以發現inattentive subtype的 brave activation 它是在superior的temporal lobe the gyrus 或是putamen 或是superior的parietal lobe 這樣子有不一樣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 應該continuous tag 它的問題是最嚴重的 那他們到底差異在哪裡 這些結果呢 我會再進一步 跟一些neutral native test做correlation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個subtype還是可以區分 它們主要區分是在temporal parietal的 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再下來想再做個restring的functional MRI 來跟大家做present一下 我們做的到底有發現 這小孩子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主要是發現的是在frontal parietal 這也是我們的hypothese 因為有更多發現說 不是只有在傾老爺 還有到頂葉的一個地方 那restring到底是怎麼樣 restring它的幾個approach 我現在直接講一個seed-based connectivity的mapping 它主要是就文魚菌的一個 之間的correlation 那我們一定要先找個seed 所以seed的我可以用一些test 或一些hyposis 去找這個可能跟ADHD最有關 我們的seed一放在這裡呢 我們就整個brain 就跟它會有correlation 那我們去測 到底哪些的brain region 跟它correlation是相最高的 或是哪些是 反而是沒有出現一些brain 腦的影像出現 它有些進步的correlation 那我們在touch的我們這個部分呢 我們第一個先放prefrontal cortes antidial prefrontal cortes的右邊 那結果我們發現 跟它都有相關的correlation ride vent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s 或是ride putamen 那這個部分的ADHD是hypo-connectivity 那我們再把它放在左邊 那cide放在左邊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它跟右邊的 anterior inferior parietal load 的collectivity也是比較低 所以可以看到 那進一步呢 我們把這些 它的collectivity的情形 correlation 再去跟我們的attention task impossivity 我們發現主要跟impossivity 和focus attention 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到 這裡我們的研究發現 它是frontal parietal上面的整個內部 ADHD還是比較弱的 那我更進一步想知道就是說 那它的sibrin怎麼樣 所以我呈現一個 也是rusting的study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ADHD的個案 跟它的control 那它的unabated sibling 沒有健康的手足 跟健康也是一樣的手足 那當中都是沒有ADHD 也就是它沒有任何一個sibrin 或者家族裡面有ADHD 那我們進一步去看 這裡是一個prelimin data 我們可以發現 不管你怎麼樣做比較 可以發現 他們真正 不管ADHD或unabated sibling 他們在有差異的是 media prefrontal cortex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deformal network 所以這個可以進一步 我們可以發現 它也許可以做為 endophanal type 那我們也有興趣 剛才講的時候 job knife的ADHD 那我們也有 已經長期follow的ADHD 那跟autism的adad 那這三組呢 我們怎麼樣去做比較 那我們這三組做比較的時候發現 autism的這個ADAD的subject 也比ADHD或是control 在這幾個trade 它的integrity是有問題的 包括 包括aculofusculous singular anteal commissure 還有三個 跟corpus carrosum有關的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看到的是 再大的level的話 那又不是jona e的ADHD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整個好像沒有什麼樣的差別 在這個部分 在fibrous tract這幾個 但倒是autism還是存在有這樣的一個差異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integrity上面的問題 跟它的症狀是有相關性的 我們不管我們用AQ 或是ASRS 這個就是我們major 他們的autistic symptoms 的這個rating scale 都可以看到 跟它我們剛才出現的 這幾個像singular bundle 像aculofusculous 都有相關性 所以so far我們看到的 就是神經心理學功能 腦功能等等 然後也提到neuropsychological test 跟基因下面的相關 可是我沒有興趣去看 image跟基因 有沒有什麼相關性 所以我們在做 image genetics 有兩個的approach 一個是看看這個risk基因 對這個neural image的影響如何 那另外我們可能會做一個 whole brain bossal device general device association 那在我們前面的研究 我有提到過 我們有發現在DAT1的heparotide 是跟ADHD 跟space security function 有關係 那我們就以這個DAT1的heparotide 來分組 那我們想要看看 它的eginistic functional的architecture 我們用region homogeneity 這是用ristic 我們也用structure 我們用vbm vossal based morphometric 來去看看 它的grain matter的volent 是不是真的也可以相呼應 好 那我們比較的是 有沒有這個heparotide 有沒有這個基因的heparotide 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有DAT1的heparotide 它的rehold decrease 在biretron cuneus precuneus 和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發現 這個heparotide 跟這個灰質的barotide裡面 主要是在cuneus precuneus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這是一樣的一致的 而且要多一個orbital cuneus 所以可以看到 確實在不同的驚喜的話 它的image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現在最後要提到說 那藥物到底有沒有改善什麼 這張slide其實呈現的是在 我們在臨床上面 我們還是會給父母很多的parenting 的 那叫他們怎麼帶這些孩子 我們會跟學校合作 跟家庭合作 但是當這個病人 他是有典型的症狀 他有很多的医療 我們還是會給他藥物治療 那藥物治療 剛才提到一個 mintafinle 和atomacillin 這兩個 那在這裡所提到的 獅子國內的研究 就是說國外雖然做了幾百個研究 非常多的研究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本土的資料 那我們除了就是說看到 他的症狀的改善 social 或life quality等等的改善 然後我們也很想知道 他的 他的new community有什麼改善 那等下我們會再分享一下image的study 所以我只會focus在new community上面 分享兩個study 那image也大概是兩個study 希望可以結束 那第一個是 因為atomacillin 這是一個新要 所以在那個時候都沒有 其他的做new psychological function 所以我們就做了 但是沒有control group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在某一些new psychological test 他可能在第四週就出現進步了 比如說在sustentation的部分 在inhabitory的ability attentional self-shooting的話 可是呢 在一些special short-term memory 或是walking memory 或是planning problem solving的話 可能要到12週 才會出現他的改善 所以在這個藥物的治療 可能讓時間要拉長一點 那我們再做個head-to-head study 那可以看到 雖然他們我們知道ADHD的症狀可以改善 可是neural quality 在大ADHD的部分 發現兩個藥還是改善不一樣 比如說mean-fine-day 是改善self-shooting 可是在那個short-term memory 或是special working 可能atomacillin的效果是比較好 那我們就在進步看到的是 neural image study 那這個是小孩子 他們我們做了12週的atomacillin 跟mean-fine-fine-day 那我們剛才用的一樣是counting shift 的一個toss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 這個我們可以發現說 你在用atomacillin的話 它在activation 在這個dlpxc 或是antillus-integral cortex 這個地方它的activation增加 而且這個activation的增加 跟它的response purpose attention是有相關性的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mean-fine-day 那它主要的improve的 activation的改善的地方 是left-inferior frontal genus 那它主要是 跟它的impulsivity的改善有關 所以可以看到 從我們這個發表在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可以看到 它們兩個藥物真的有不同的 它的症狀的改善 它是可能有不同的 neural mechanism來改善的 那這個是我們用的是 resting的functional來做test 那resting的這個分析 我們是用它fessional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punctuation 來比較這個兩樣 那你可以看到 mean-fine-day治療 做atomal testing治療之後 有一些brain activation是增加的 比如說 media-fine-day是temporal lobe 跟paretal lobe 然後atomal setting 是ocytral lobe linkulogyrus 然後同樣的mean-fine-day 還有在central lobe pre-home或是central lobe 可是atomal setting倒是下降 它的activation下降 那我們就想進一步看看 譬如說這FARB 它在AD的mean-fine-day 是增加這些區域 它是跟這個hyperactivity score 是improvement 是正相關 可是atomal setting確實下降 然後它是一個不相關 所以看起來它的 effect 好像不是不一樣 那這個可能是他們的 complementary mode是不一樣 譬如說mufine-day 可能是降低它的noise atomal setting是增加它的signal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到 又再一次證明說 他們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在另外這個呢 提到的是 我們是做幾個network 然後去看看atomal setting 跟possible的一個比較 那這幾個都是跟ADHD 有相關的一個network 那第一個我們先看看 在BestNet ADHD在這幾個 dossal attention cognitive control等等 的network就是不一樣的 那經過藥物治療之後 這幾個network 可以看到它還是有 byglue的 bytom的intention 也就是說 prosible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可是atomal setting 確實也在這幾個network 它的活性是有改善的 又不一樣 那我們進一步 跟它的臨床症狀做correlation 那可以看看不同的network 它的臨床症狀correlation 都是存在的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症狀的改善 實際上還是有跟我們的 image的改善 brand change 是有相關的 所以這張圖 就是我final 給大家看到的 也就是說我們也在台灣 我們提供了一些資料 證明ADHD真的是有 neuropsychological方面的一個問題 而且我們也看到 它在brand的structure 或functional connectivity 是有問題的 那有改變 也不能說一定有問題 那某一些的neuropsychological diversity 或是brand structure 或functional的那個changes maybe 可以作為 cognitive endorphin type forADHD genetic study 那同樣的 這個常用的兩個藥物呢 我們不同於國際上的一些研究 我們是更希望知道說 它在brand到底有什麼樣的作用 那我們也提供 我們在這裡的本土的一個證據 那非常謝謝大家 聽完我的這些演講 那我非常感謝的是 當然大會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邀請我 那我最重要 我感謝國會院給我十年的 連續的十年的 也就支持國科會 台大醫院 好 那絕對要感謝台大醫院 那我教育部 還有我的兩個合作者 中英教授 周泰老師 還有我很多很多 這些都是我可愛的學生 現在的學生 還有我很多的助理 然後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高教授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把過去十到十五年的資料 做一個很精簡的報告 那僅代表教醫學會 我們製造一個感謝狀 謝謝我們 謝謝 vous 謝謝 謝謝 ograf Picture 谢谢大家